MFG双道第四战终于结束了第一拳 情节不可谓不定当起伏 下降和贝肯巴尔以及泽杜三人 在意外落后后终于又开始发力 要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位置 现在下降和贝肯巴尔配合 已经超越前天和红夺回的第七 泽杜也轻易超过了八朝祥 排名上升到第十四 局势因此变得越来越激烈了 前缘和红这边真的十分紧张 他完全想不到贝肯巴尔忽然变了一个人 竟然能和其他人像朋友一样合作了 因此在被下降超越之后 他很快就面对着与贝肯巴尔一对一的局面 点中央二见词很是激动 现在由下降领头 保时捷也在跟着超越前缘和红啊 眼下贝肯巴尔已经与前缘平齐了 后面的北云旺自然看得心神一动 知道下降和贝肯巴尔 已经将NSX挤到了内侧 自己必须抓住机会 在贝肯巴尔超越前缘 在那空间被前缘关上之前赶紧冲上去 前面就是一个高速丸 想到这里 北云旺赶紧狠狠踩下油门 于是下一秒 北云旺的18号车 也出现在了NSX左边 两人一下就开始直球对决了 前缘因此日真的很心三 北云旺倒是目光坚毅 而见此情景 田中央二的声音赶紧响起 刚和北云旺抓住机会插住 他完全有机会超过前缘了吗 这女孩简直就是一个 狡猾大胆的机会主义者呀 目前贝肯巴尔已经完全超过了前缘和红 北云旺也几乎与前缘并驾齐了 到了这一步 北云旺内心也愈加紧张起来 他满脸汗猪 知道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 自己是完全不能和NSX比加速的 但现在自己被尾流带着 这是自己绝对的机会啊 所以加油啊 阿尔法罗密欧 赶紧加速 而下一秒 北云旺在下向和贝肯巴尔的尾流中 真的彻头超过前缘了 田中央二看了感慨不已 这种情况真的正在发生吗 前缘和红这个MFG的理论逻辑派 竟然真的也会一次掉落三名位置 田中央二忽然对京一表示 自己都有一些无话可说了 没准到京一竟表示 自己也是同样的感受 但他也提醒田中央二和观众 这次的双道赛是高速的比拼 车手需要不断地与空气阻力做斗争 然而对于这一点 田中央二自然也知道 所以自己理解下向和贝肯巴尔为什么这么快 但北云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有什么魔力啊 京一于是解释 自己将其归结为三个巧合 首先 GT86和保时捷都在北云旺的前面 这最强的两人相互合作 让跟在后面的北云旺 也有了减漏的机会 其次 则是目前的比赛刚进行到第二拳 车手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 所以下枪和贝肯巴尔 才能在这个阶段迅速回归 田中央二听到这里有些明白了 所以对北云旺来说也是一样 他也是幸运地抓住了这样的时机 京一表示认同 但是最关键的一点 是北云旺非常习惯这种相互配合的战术 他相信前面的两名车手 也相信自己有充足的经验 所以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田中央二于是终于明白 看起来也是运气和实力使然 在窃过京一的解释后 也真心觉得 北云旺之所以也能连超两人 就是因为下枪和贝肯巴尔的相互配合 太疯狂 太恐怖了 他们简直就像在公路上 贴地飞行的弹道导弹 一旦锁定目标 目标甚至连躲都躲不开 此时在起点这边 肥嘟嘟的真理会正好换完了排名板 眼镜小哥照例问他 这个夏天过得怎样 真理会兴奋地表示 自己和很多朋友去了海边 说到这里 真理会还忽然红了脸 表示自己在那里时 有一大群男生过来撩我们呢 果然受欢迎也是有些麻烦呀 眼镜小哥尴尬得满脸黑线 你是认真的吗 你确定不是因为你的朋友们更可爱 总之 我是真心不希望你成为那种 谁都可以的女孩呢 你应该成为一个有尊严的MFG天使 于是真理会听了瞬间恼羞成怒 心虚的大声表示 当然 我不会做那种事情 我可不是EZ girl 场外MFG粉丝听了也是觉得有趣 知道这胖妹子肯定是在说谎呢 眼镜小哥也没拆穿 只是又吐槽真理会 你上次在真喝半脑时 说过要及时减肥的呀 真理会十分心虚 啊 这个嘛 人家 人家弄砸了 只见他摸着后脑勺吐着舌头想卖萌 结果迎接他的 就是眼镜小哥拿着麦克风的一拳头 真理会当今捂着头喊疼 可眼镜小哥毫不脸相惜语 没人像你这样自甘堕落了 在我们观众受不了离开前 你还是赶紧走吧 真理会摸着自己的头顶委屈啊 但他突然脑子一抽筋 感觉眼镜小哥肯定是爱上自己了 毕竟所有男人 都会对喜欢的女人这样的呀 真理会看着眼镜小哥离去的方向 肯定眼镜小哥也是那种喜欢SM的类型 哎 受欢迎也是一种痛苦呀 这里也只是想说 脑子嗅得的真理会 怎么这么可爱呢 再次回到赛道上 在仙头部队这边 赤鱼喊人还一直跟在爱马身后约两个车位 内心只觉得 责度和下降他们落到后面实在是太好了 让自己这么简单 就得到了一个领奖台的位置 简直是完美的机会呀 不过赤鱼现在还是决定 先跟在金发大波浪后面 毕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己必须保持轮胎 忽然 画面转到赤鱼身后的九号车 向夜顺有些焦急地询问通讯屋 下降现在在哪 通讯屋内的教练对向夜顺有些不满 你怎么总在问下降的事呀 都已经好几次了 下降从第九位重新加入比赛 现在在第七位 向夜顺听后冷汗地出来了 这是认真的吗 他就只和我插了三台车 这已经很近了呀 那么就专心在自己的比赛上 老实说 你对那孩子真的太过关注了 向夜顺继续向前奔去 他其实也是不由自主地想提起下降 他知道下降是个无法忽视的天才 至于为什么自己喜欢他 这一点也无关紧要 向夜顺很确切 现在下降正在追过来 而自己之前还从没有和下降正面交锋过 想到这里 向夜顺看着前方目光坚毅 感觉浑身的斗志都燃烧起来了 再次转场到第二车的钢架桥附近 这时泽涂已经追到了泰勒的保时捷911后面 泰勒内心十分正中 他十分肯定泽涂的能力 但既然这还是一场比拼 那我就绝不会这么简单就放弃的 那就让我们给MFG的粉丝们 献上一场狂欢 一场顶级的缠斗 在这队列末尾吧 泰勒随即提升节奏 向钢架桥冲去 泽涂自然感受到了前面保时捷的节奏变化 他知道 想出到保时捷前面绝不容易 自己的A110S 无法从牵引力和刹车性能上超过他 不过前面的保时捷 或者说泰勒 仍旧有明显的弱点 超过他打败他 这就是MFG的真意啊 转转到中间队伍这边 田中雅二忽然告诉观众 现在下象和贝克巴尔 已经接近了石神 咱们去年的冠军 会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 石神的保时捷 这是已经被下象和贝克巴尔跟上 三辆车子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兼具 石神内心一次有些慌乱不安 但他仍旧决定 要正面迎接这样的挑战 尤其是绝不能轻易输给下象 在MFG的所有车手中 石神认为 那时就像一个毫无顾忌的街头斗士一样 碾压着自己的GT-3而过 可这一次绝不会在那样了 石神不由加快了节奏 继续向北冲去 后面的下象也知道情况十分麻烦 即便自己追上了保时捷 想完全超越也太难了 保时捷的刹车和牵引力优势 对GT-86而言 简直是碾压性的 这次贝克巴尔也心知肚明 他很好奇 所以下象你会怎么做呢 下象目光坚毅 没有说话 显然是要用行动来做回应 果然也是藤原拓海的徒弟啊 镜头转到水流陷阱这边 没想到泽度就在这里行动了 他一个加速冲到了泰勒的保时捷右侧 完全没有一点犹豫 田中央一下激动了 连连表示泽度和泰勒 并驾急驱冲入了水流陷阱 泽度没有丝毫退让 他这时要修正自己在第一圈的错误呀 忽然一个碰撞声传来 竟然是两辆车的后视镜相撞了 泰勒内心瞬间一瞒 这家伙是疯了吗 你是忘记自己第一圈 在这里的失误了吗 对此泽度自然没忘 他也是十分紧张地告诉自己 自己不会被一颗石头绊倒两次 自己是个天才呀 泽度继续猛踩油门 车身因此扬起剧烈的水花 就这样在水流陷阱中超越了泰勒 泰勒还倒霉地被水势影响 车头明显偏移向左边 竟是车头有些旋转了 吓得泰勒赶紧降速 并立即操作踏板稳住方向 终于才将车子救了回来 田中央见此激动不移 他窝窝大叫着 刚刚我们看到了 杰克逊泰勒的精彩旧车情景 让我现在都还在椅子边上呢 泰勒完美把车子重新拉回右边 刚刚的情况 泰勒肯定需要一条新裤子吧 静一这事也忍不住说话了 表示是泽度在右边 与保时捷接触了 导致保时捷在水流陷阱中 陷入了混乱 田中央于是好奇地问 那这次接触是巧合吗 没想到静一直接回答 应该不是的 在水中那样高速行进时 方向盘的控制会变得十分困难 所以泽度可能是带着 主动接触的意图冲了进去 保时捷的弱点在于后不太重 后轴就是他的旋转中心 静一感慨泽度是完全抓住了 保时捷的弱点 他利用在水流陷阱中的 轻微碰撞和水流压力 使得保时捷车头发生旋转 静一因此认为 如果泽度完全进入状态 几乎就没人能正面打败泽度 在逆境中 天才就是会有这样的反应 他的对手们真的应该小心了 同袖屋中 旭方一脸担忧 他没想到第一圈 还败到这里的泽度 第二圈就会利用这里打败对手了 所以泽度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旁傲山于是告诉他 如果你超越一次极限 第二次就会明显变轻松了 既然泽度上次已经知道极限在哪 这次当然不会再失误 现在的结果 就是没有任何人 在水流陷阱中接触泽度 他已经变成了赛道上的烈焰 会焚烧任何试图接近的人 这时田中岩二的声音忽然响起 表示仙头部队已经冲入区间二 情况变得越来越激烈了 眼下朱星赖明 带着艾玛已经跑了一圈躲 在艾玛的压力下 赖明这边只感觉汗如雨下 却还依旧咬牙 坚持着高速向弯道冲去 速度和节奏并没有一点放松 可后面的艾玛很清楚 赖明虽然有速度 却没有经验 明显不知道在领头的情况下 该如何面对来自后方的压力 现在你已经到了极限 轮胎也有的差不多了 所以就让我来给你展示一下 让一个美女掌控你的一切 是多么荣幸吧 艾玛这时四级待发 跟着朱星赖明又过了一个弯道 驾着阿斯顿马丁跑了这么久 他也终于感觉到 MFG比表面上看上去的要复杂得多 而一个车手不管达到了多高的级别 有时都需要回归到一些 最基本的东西上 在高等级的足球联赛中 即便是明星球员 也需要通过不断的传球和运球 来提升自己的脚感 对此赛车手也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MFG准确来说 就是限制车子的各种设定 来强制车手们回归到一切的原点 回归到赛车运动最有趣 最初始的部分 想到这里 艾玛也终于完全明白 托海老师为什么会在下象不在状态时 让他来到日本参加MFG了 画面忽然转到GT86这边 下象正沿着左侧护栏高速及时长 只见他忽然踩下刹车 松开油门并迅速换挡 GT86于是依旧是死死的 吃着保时捷的尾流 让石神也是十分紧张 跟了石神这么久 下象已经发现保时捷的刹车太棒了 自己难以再弯道入口 和保时捷比刹车 他原本也不想过动磨损轮胎 可他也必须下定决心了 下象这时目光坚毅地看着前面 直到这里是MFG 而MFG里什么都是可能的 画面再次回到了山间的跳跃点这边 这时艾玛已经跟着朱星赖鸣起跳了 田中央二发现 艾玛跳得毫不犹豫 感叹这一切十分漂亮干脆 如果有两脚气的话 甚至会觉得这一跳都是计算好的呀 田中央二甚至因此感觉 认为投名之争 可能很快就会归属于艾玛了 这种天赋的车手实在是太少见了呀 田中央二想到这里忽然有一些心三 艾玛怎么就参加一次MFG呢 我都变成他的超级粉丝了呀 田中央二说完这里 又立即引导观众看向六位争夺战 上赛季的冠军正面临三重威胁 这时下象似乎准备动手了呀 他内心也在问贝克鲍尔 你跟不跟啊 贝克鲍尔有些犹豫 觉得这不是自己的风格 除非万不得已 前面就是起跳点了 而当时辰飞出去后 下象也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北游王在后面忽然呆住了 内心只觉得 下象 你是在开玩笑的吗 这不可能啊 难道你都疯了吗 不应该这样的呀 忽然画面一转 原来在时辰从赛道中间起跳之后 下象就立即插入了时辰左侧 明显倾斜着方向 冲着左侧起跳了 要知道 左侧就是悬崖呀 就连贝肯鲍尔都是老老实实 从中间偏左的方向起跳 眼下下象和时辰在空中分裂左右 贝肯鲍尔在中间 他看到下象的表现也是震惊了 这是什么鬼 物理定理 不可能让你这么做 你的轴线偏移了 这不是电子游戏呀 终于下象和时辰都降落了 下象车身依旧明显在向左侧悬崖冲去 可车内 下象目光凛然 表情坚定 反而是时辰一脸的惊恐 他发现GT86的后轮 忽然发出尖锐的摩擦声 自闭的味道立即袭来 然后GT86整个车身 都以一种相当诡异的方式 在路面上完成了车头方向的调转 GT86的车头竟压制着保时捷 率先指向了弯心 田中雅二简直都要跳起来了 他激动地大喊着 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刚刚片头下象就好像把自己的86 挂在了未免冠军的保时捷外侧一样 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 在落地之后 车头超过了保时捷 这是怎么办到的呀 田中雅二激动地情难自今 也不知道该怎么解说了 最后平复了几秒才表示 不管怎样 现在三人组还在继续 他们无可阻挡的旅程 转眼又是一个大左弯了 那么下象能彻底超过时神吗 贝肯鲍尔又会不会像之前一样 我是黑白 下期见